俗话说冬瓜入户,不禁药铺,在这个湿热的季节,冬瓜汤是一款再好不过的结束养生汤品了。 汤中配上肉丸,营养更加丰富还不腻口,这才是夏季吃肉肉的正确模式,一碗如此美味的汤下度人。 幸福满满的,让我们和苦价说拜拜听的。 将粉丝冲洗干净,用热水提前浸泡备用,肉馅中加入料酒、酱油,搅打调匀,加入姜末、白胡椒,继续搅打,肉馅打水,每次打水量不要过多,打水后搅打上镜时再次打入水,反复打水几次,直至肉馅粘稠上镜,水可以多打几次,这样做出的丸子口感会很软末。 加入甜面酱,搅打均匀,撒入葱末,先不要搅打,葱末上倒适量的香油,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葱香味用油包裹住,再继续搅打,这样调出的肉馅更香。 加入盐,打一个鸡蛋,撒适量干淀粉,搅打均匀备用,鸡蛋的加入使得丸子更软糯,加入干淀粉使丸子更爆团。 此时将冬瓜切成厚片,冬瓜片不要过早切,以防营养流失,也不要切得过薄。 因为冬瓜不是很进煮,过薄的冬瓜片很快就塌了,影响口感极品香。 切好冬瓜后,锅中加入底油,放大料和葱段爆香。 当葱和大料的香味被激发出来时关火,将爆香后的油倒入放有冬瓜片的汤锅中。 按照您所需要的分量加水,加盐,水开后把浸泡好的粉丝铺在冬瓜的上面。 当水再次滚开时,用勺咬着肉馅做成一颗一颗的丸子。 肉丸之间要预留一定的空隙。 以防粘连,肉丸都下入后,不要急于翻动,否则很容易散开,盖上锅盖,加速其成熟。 看肉丸颜色成均匀白色,质感饱满Q弹说明已经成熟。 关火,凌路香油。 古人曾写下一首冬瓜诗。 赞美它貌不惊人却浑身是宝的品格。 让我一边享用着这份清爽美味的汤品。 一边欣赏这首经典的冬瓜诗吧,挑的剪剪黄花秋后春。 双皮双叶护长身,生来龙统君修效。 腹内能容数百人。 双皮双叶护长身,生来龙统君修效。